新北市三重上午惊传一起逆子持高威胁母亲的案件 有一名50岁的男子和八旬的老母亲搬到三重一个多月了 但是因为失业没有收入呢 就母亲跟他要房租3000元 他竟然就拿到威胁母亲 让老妈妈吓得赶紧躲进房间 还好袁景及时赶到化解了异常续境 你是跟妈妈吵架是不是 你要房租啊 为了钱拿到威胁母亲的男子 情绪还是不太稳定 他被救援人员和远景送上救护车 而他80岁的老母亲跟在后头 伤心又害怕的也跟着上车到医院 原来这名周系男子因为自己工作失败 早上老母亲和他要这个月一半的房租3000块钱 男子拿不出钱 就愤而拿到威胁自己年迈的母亲 老夫人吓得躲到房间反锁报警 远景到场才化解一场危机 还好即时到场的远景事实劝阻 躲在房里的老夫人这才安心开门也没有受伤 这一大早逆子为钱拿到威胁母亲的场面 也惊动左邻右舍 大家都饱受虚惊